如果有一天你参加白米比赛,中途想要减速放水,那么你会怎么做? 直见这个男人身体突然向后倾斜,以一个夸张的角度进行减速放水。 男人名叫雅各布斯,是现已最优秀的白米运动员之一,在遭遇由今世锦赛的滑铁炉之后,男人决定再次付出证明自己,虽然伤知还没完全康复,但是作为欧洲记录保持者,对于欧锦赛这样的赛事,男人还是游刃有余的。 这就是2022年欧洲田径锦标赛,男子白米的半决赛,半决赛也是号称最难的一箱比赛。 没讲到雅各布斯竟然选择减速放水,十秒整的成绩入仗,这才是高手应有的风范。 那么在高手云集的决赛,在面对上届欧锦赛冠军休斯的挑战,雅各布斯能否继续游刃有余? 带着这个疑问,我们一起重返决赛现场。 9秒95,在这样的白米刀锋对决之中,不在最佳状态的雅各布斯,依然成功登顶欧洲之巅,在当今美国短跑军团的围攻下。 雅各布斯能否突出重围,再次战上白米的世界之巅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